你知道嗎 其實最近最火燒的消息 是這個訊息 這是網路PPT的消息 有一個人他說他上網就爬文 他說花了兩個小時 爬出了8500多萬 8,290萬的一個台電的幫忙 他說從嚴清標開始 就已經每一年是1000萬 到了嚴寬文的時候是600萬 那當然我們就離開 台電補助嚴清標 我們來看詳細的數字 還是補助鎮南宮 對 補助鎮南宮 對不起 補助鎮南宮 台電為什麼要補助鎮南宮 來 這個好問題 事實上嚴寬文擔任 5年的立法委員 其實他有替各個單位 都有申請費用 溫清募齡費用 對 都有申請費用 其實嚴寬文有申請費用 可是你注意看 這金額有差距 他替這些活動裡面 都什麼3萬 5萬 5萬 最多的就是80萬 跟台電要錢 但是最重要是這些項目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每次要的就是500萬 600萬 對不起 600萬台電給所謂的 大甲媽的文化節 去取得這個費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PVD的網友 覺得很好玩 他說的地方說 你跟台電要了這麼多錢 但是你在打陳柏惟的時候 卻以台中火力發電廠 作為一個藉口 會不會覺得有那麼覺得怪怪的地方呢 所以我們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才我們 其實我想我們林議員在地 也都很清楚 到底他如何政治跟宗廟 在地方攫取最大的利益 如何透過這個地區善良百姓 對於宗教跟黑道的害怕 那麼造成他一種贈責的方式 其實我們剛才一代表在講的時候 我心裡氣氣焉 因為他剛才提到一件事 嚴金標有些訴訟案 那麼有6600萬 沒有去還錢 可是我又拿起上次 我們做的這個表格 可是嚴寬不是 嚴川會有70筆的土地 2億多的現金 那這錢怎麼來 你說現金多少 2億 對 2億的現金 當時申報的金額有2億 然後嚴金標竟然沒有土地 沒有財產 連還6600萬都沒有 你問我們所有的全國觀眾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了 那回頭一件事 我們當時特別講 那什麼狀況 嚴寬是做什麼生意 嚴寬是做什麼生意 為什麼可以 年紀輕輕 有70筆土地 然後有2億元的現金 他工作就是 爸爸扣錢都扣到0 所以財產都移轉了 為什麼會這樣 嚴寬的工作我們都很清楚 他爸做議長的時候 做議長的辦公室主任 那麼這個他爸去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就做立法委員的助理 那這些薪水我們都知道 了不起一個月三五萬 就已經很臭壁了 可是我們看看他的財產 相當的 對不起 他的財產相當的驚人 那我們上次在揭露 一個月給你工作有30萬的好不好 30萬他現在44歲 給你20 20歲就開始賺錢好了 給你算賺25年好了 25年嘛 這是一個月嘛 30乘以12的話 他一年360萬 360乘以25年多少 如果是20年是7200萬嗎 就是大概七八千萬嘛 對 我是現在一個月薪30萬喔 然後斷25年 不吃不喝喔 他現在是應該存七八千萬 對 可是我們看到的數字不是這樣子 65B土地 23處的房產 那我們上次有揭露裡面 其實很大的地方都是來自於 所謂的拍賣 就是法拍 以持分的方式取得土地 那麼用持分的方式 能夠爭取到三千坪的土地 這樣的案子 大概有四 五件 那麼加起來土地 是超過了1萬坪 2萬坪以上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說 你爸爸沒有錢 去還人家的民事的訴訟 但是你卻可以累積這麼大的財產 再加上我們說兩岸交流 這麼頻繁 遠藍就是中廟兩岸的交流手 連國台辦都覺得值得去做宣揚 我們就問一件事情 到底台灣是需要什麼的宮廟 是為善良的百姓來祈求平安的 還是讓你顏清飄在兩岸交流裡面 得到極高的榮譽 我們再看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畫面 就是顏清飄 而且你剛剛講 台電有每一個月補助 還有其他政府機關 胡志強時代理 對 還有10億元的媽祖文化 補助費對不對 對 10億元 10億元 胡志強時代 我不知道林嘉隆時代 跟盧秀燕時代 到底給鄭南宮 這樣子媽祖協會 甚至說媽祖園區 也多少錢 因為胡志強就給他10億元 鄭南宮真的會缺錢嗎 我想鄭南宮本身是沒有錢 但是問題是透過這些活動 所創造的商機 到底是誰來賺這筆錢 我想林議員跟當地都很清楚 結果當然我講榮耀都歸於顏清飄 這是顏清飄後來 被他設的馬祖文化學校 列為是榮譽的院士 好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是 到底是榮耀歸於馬祖 還是榮耀歸於顏清飄家族呢 我想不是只有 我們全國民眾要知道 其實中二選區的民眾 也很想清楚 這背後到底是什麼樣的脈絡 我覺得才是重點 你們注意自然說有財務 這是大家所過病所注意的地方 我今天剛好有帶一個口罩來 有帶一個口罩來 這個是寫知南宮 這個是商品 這個商品 剛才這邊也有講天津那個 那個是商業行為 那個是商業行為 是澳門一個集團去開發的 裡面有一個主題館 就是大甲知南宮 商業行為授權要不要授權費 這個才是寫南宮裡面 查那個帳都沒有用 他罷好了 快機師做帳好了 我寫南宮這個賜 我不能隨便拿去印是不是 對啦 他是有商標登記 寫南宮他local要授權的 對 授權的 授權 寫南宮我常常在講 採權給人大甲寫南宮 其實他下面還要加 百貨股運有限公司 這個授權 這個才叫 他的財政的黑市 你要查就查這個吧 那錢都去哪裡 天津那個 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不能講 就是說這個 市委員在點頭 我就講你 要求說修宗教法 會計法怎麼修 讓財政透明化 不然的話 宗教這一塊 永遠就是埋在裡面 你們都不知道 寫南宮這個商品有多少 這個要授權的 不能隨便亂用的 那個天津那個 那個有一個天文四世 我聽了很多 我就不再講 我手都沒有 所以所有商品的利潤所得 都歸到鎮南宮 那鎮南宮怎麼用 最起碼要有授權費 所以他也是一個慈善機構 那對他錢都用在哪裡 就是他財政的一個黑市 大家知疑了 大家知疑了 大家要講究一下討論這個 那你剛剛還講說 討論的重點 OK 好 相關的產品 這個都是歸於他的 你剛剛說大甲人正在連數 大甲人在連數 就是你這個事情鬧得這樣 你不知道是誰 還是你不知道是政策 你跟宗教 相關宗教這麼嚴重 在南宮現在吃一個人 阿公 王露你看後不要去 他說他還沒關錢 現在沒有離開 離開的一天 我就不會去自然說拜拜 阿姐外傷害到董事會 好像你們講的整個董事會 董事會都是黑道 大家都撞得住 你這樣再一直划出來 我剛才講的 我在高鐵上人家知道 不知道我來 是不是要來不知道 就丟給我 這後面 他的黑暗石一直丟出來 6千萬 他到底為什麼跟延親標 他會借給延親標 這些錢這麼多 然後一毛錢要不回來 聽說是前殺戮政長 陳孟生 他們怎麼糾紛 來的那個我就不知道了 你這樣一再傷害 傷害智南宮 董事會人已經撞不住了